金牛座 无论是上升或是太阳 很有趣 在农历二月的运势和白羊座有点似 为什么呢 因为你和他们分别的守护星 金火 双星 其实都有很多共通的故事 难怪磁场会有点吻合 命运会有点吻合 那吻合哪方面呢 当然有同也有不同 吻合就吻合是 你们都会比较自负 你们金牛座有点自明得意 觉得自己很威威 但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不同在于 其实白羊座要得戚 也有得戚的理由 因为他们在工作事业上的确是挺成功的 但是你们金牛呢 我都不知道你们得戚的什么 为什么觉得自己那么威威呢 你根本就不威威 但是你们就觉得自己很威威 所以呢 真的很奇怪 那我们去看看那个星象发生什么事 先笑一下你们 好了 金星落陷在白羊座 我不知道中文怎样叫 我常常都不知道叫失势还是落陷 因为我讲英文的 总之英文就是叫detriment 总之不舒服的 金星你们的手呼声 我先说了金星 它就是四分紧 即是这条红色的操线 看不见到 四分紧 同样 都是 这个不舒服 detriment 落陷 不知道叫失势还是落陷 的木星 就是抹击了 ok 大家都是女斗类 大家不开心 在互相放腐 ok 但是 但是 不是说你们方腐 但是你们会有一些很奇怪的 自己有一些很奇怪的念头 很奇怪的理想 很奇怪的一套做人处事的哲学 总之很奇怪 ok 那 还有就是 这种奇怪之处 就是说 现在在你们金牛座冥公的那个天王星 对了 那它就三分紧 对了 三分就是这条蓝色线 就是在摩基座 强势 非常之强势 火星 但是可惜是合了 逆行蓝交点的这个火星 逆行蓝交点 就是有个r字 好像倒转了的八爪鱼 对了 那它就会加重了那个 奇怪的感觉 就是说 反正呢 真的你们无端端 真的 有些很奇怪的理想 会觉得别人不接受你们 不理解你们 但是 不要赖人 我觉得是你要赖自己 真的 你们想的思维有少少 和人格格不入 是的 有少少 我不可以一定说离地 或者可能是因为太过贴地 你们想 有时候想些东西是太过功利主义的出发 是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是的 就会有少少 令到 你们 这个 农历二月 会发生些什么事呢 那就是说 一些 人际关系会非常之差 尤其是 不是说 你和一帮人 是说一些 one on one的关系 例如你的伴侣 是的 例如婚姻 是的 或者一些商业合伙 这样 这些one on one的关系 是的 那严重的话 是会破裂的 是的 尤其是 是一些 新建立的关系 是的 因为他畢竟那个 base 不是很稳固 对不对 可能你们刚刚拍拖一个月 是的 那 就 开始 就是 你们会萌生一些很奇怪的哲学出来 那 就 那个人不会接受 是的 那 所以很容易会拎拎 是的 那 还有 就是 如果你们有一些 和艺术创作有关的 想做的一些 新的尝试 是的 那可能一开始 就是这些奇怪的念头 很奇怪的哲学 其实 你会觉得是一种灵感 哇 好像 全天下才让你想到这件事出来 是不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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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真的有点太过奇怪了 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形容词 我中文很差 其实讲笑得 我中文不知多好 但是总之 很奇怪了 是的 那就会 令到这个计划 是很容易胎死伏中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有点 默契必反 是的 那 当然 如果是一些one on one的relationship 那你当然正正常常 那你的 你的 你的 结果就会正正常常 是的 但是去到 如果你做一些艺术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默契必反 是的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那 有一些灵感 有一些很爆的点子是好的 但是如果太过抽象的话 那又会令到一些事情是很难去实行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你是从事艺术创作的 就算你有一些很神奇的ideas 但是最后都不要神奇到令到它飞上月球 都是要贴地回一点点 有望这样就会令到你想进行的这些创作尝试 是可以发展得出来 是的 还有 听广东话的朋友真的很幸运 因为 我放在youtube 国语和英文版 我不记得说 是的 忘记了说 就是说 这个农历二月不好 经常喝酒 喝酒会出事 或者 就算不说酒 就是任何一些 会令你醉纷纷的东西 或者就是吃药 或者 什么都好 那这些东西是很容易出事的 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健康